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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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五面 我們講到秉一 先秀處理心 那麼身為一個友情眾生 我們內心當中有一個沒辦法改變的本性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生命能夠離苦得樂 這個是沒辦法改變的 沒辦法改變你就不要去改變 換句話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喜歡安樂而不喜歡痛苦 比方說 你看我們有些人喜歡吃榴槤 其實他重點不再吃榴槤 重點是他的舌頭跟榴槤接觸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種熱獸 他要的是那種熱獸 因為他如果真正喜歡吃榴槤 那榴槤他吃多了以後 變成苦壽的時候他就不要了 你看有些人喜歡睡覺 其實他重點不在於睡覺本身 而是他那個心跟睡覺睡眠一接觸的時候 他會產生熱獸 他要的是那個熱獸 我們追求快樂的感受可以理解 但是那個快樂的感受不能有過失 你要看清楚這個快樂的感受 是不是在今生跟來生會引來重大的過失 所以佛法是要我們追求沒有過失的快樂 這個地方你要抉擇清楚 喜歡追求安樂這沒有錯 問題是錯在你不應該追求一個有毒藥的蛋糕 我們喜歡吃蛋糕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追求沒有毒藥的蛋糕 比方說聖道樂 比方說三妹樂 所以我們過去生當中 在三界當中的輪迴已經養成一種習慣性的 喜歡追求三界的武藝的果報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經過如理思維 把它慢慢的扭轉 所以聽今叫做淺泥默化 我不可能向六祖大師頓悟 但是我起碼能夠慢慢慢慢的修正自己的方向 首先我們要斷絕對來生安樂的果報的詞曲 因為你追求來生的安樂 你帶第三生回到三二道去 因為來生的安樂有三二道的過失 我們也應該拒絕對今生安樂果報的追求 因為它總有一天會死掉 以其等到你死亡的時候再來失望 你早一點慢慢把它放下 免得構成靈命中的驚慌恐怖 因為你不管你願不願意 它遲早要死掉 而且死亡它不會抑制的 它隨時會到來 所以當我們如理的思維 山徒的過失 無常敗壞的過失 我們慢慢慢慢知道 這兩種安樂都不是我們的歸一處 再看第三個 思維俠滿難得 閒暇延滿的人生是難得的 那麼前面兩個思維生死的過患 思維死磨的無常 確定我們一定要出離三界 這有個問題 那什麼時候出離呢 很多人說我是想出離三界 但是不及得今生啊 我可以來生再處理啊 那麼這個觀念也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人道難生佛乘難遇 詩詞不久度脫 千生萬劫何其 這個何詩這個詩是打錯的 期待得起 那麼在整個六道當中 我們得到人道的因緣是不多的 那麼得到人生以後 又遇到佛法的注釋 那麼這個因緣又更少了 所以我們如果失去的這樣一個 人生跟佛法的因緣 我們以後要再遇到這個機會 就很難很難 我想我們研究維世學會知道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善根的功能 會退轉 會退化 會轉變 這當中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基 第二個是法 善達大師說 為什麼會退轉呢 從內因緣來說 就是我們本身的善根就比較淺薄 煩惱出眾 你不要看你今生好像道性很堅固 其實你看蘇東坡的前身 無阻戒殘屍 他前身持戒也是很精進 但他到第二身的時候變蘇東坡的時候很放逆 因為我們阿賴也是當中有很多種子嘛 你現在的善根只是一部分的種子 我必須提醒大家 你現在表現的生口意 是你生命中的其中一部分 不是全部 你只是讓你善的部分表現出來 你有很多很多邪惡的功能在睡眠狀態 他沒有消失掉在睡眠 你把他叫醒以後 你就換了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們本身的內心當中有善惡的功能 而且邪惡的功能是超過善良的功能 所以我們今生表現的這種生口意的親近 只是我們生命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這個我必須提醒大家 所以我們內在的根基本身就會退化 第二個法 善導大師說 因為棄佛久遠佛法的勢力慢慢的淡薄了 你得到真上的力量淡薄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生命是無常變化的 我必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生命是變化的 但是不幸的是它是往壞的地方變 各位你看看 時間是往壞的地方走 如果我們生命是往好的地方走 那我們今生不急 來生更有希望 問題我們今天生長在簡潔啊 我們佛陀不在真潔的時候出世 你看佛陀出生在真潔 歷代祖師都比我們笨 那我們沒有學習的對象 一定要在簡潔 所以厚厚比前前更糟糕 我們會歸一喪失歸一祖師 因為我們比祖師差 所以我們必須清楚就是說 你的解決生死的問題 你來生處理比今生更難處理了 換句話說你拖得越久 對你越不利 第一個你本身上根會退化 第二個你來生來的時候 你所遇到的三寶跟今生的三寶 完全不一樣 那個數值差很多了 你要花你加倍的努力 才有辦法達到你今生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修學出離心的過程當中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越早出去 越容易出去 時間拖得越久 對我們是越不利的 因為生命是往壞的方向在走 這是佛陀的意言 叫做五濁二世 夢法時代那個光明 三寶的光明是越來越暗淡 越來越暗淡 可能你對今生的三寶不是很滿意 但是我告訴你 你來生的話更失望 一定更失望 你不可能遇到更好的三寶 佛陀已經一言嘛 離佛越久遠的 乏越來越薄弱 離佛越久遠的 眾生的善根 越來越糟糕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 施恥不求度托 千生萬劫和起 所以我們的出離必須在現在完成 這是一個把前面兩個 把這個時間的定位 把它決定下來 那麼講了這麼多呢 就是說 我們希望追求安樂 但是我們應該追求聖道的安樂 而不是追求武藝的安樂 比方說 你看我們去大殿拜佛 剛開始拜佛可能不是很習慣 但是勉強自己 不能拜 要他拜 不能鑽 要他鑽 拜的差不多二十拜三十拜以後 你的心跟佛號慢慢有幾分相印 會產生一種乏喜的快樂 這也是一種快樂 但這種快樂是怎麼樣 沒有過世的 他沒有煩惱障 沒有業障 沒有暴障 比方說我們靜坐 我們身心很調暢 內心跟佛號相印 心理佛號專一安住 心理佛號相信安住 在我們這一念的極靜心當中 也可以產生安樂的感受 但是那種安樂是極靜的 而不是躁動的 所以我們現在追求快樂 應該改變方向 應該讓自己追求一種沒有過世的快樂 我想我們一定要有個觀念 說要一個人放下放下 你怎麼讓他放下呢 他都還沒有安住怎麼放下呢 我講實在話 一個人真正放棄世界的五一樂 他一定要在聖道當中得到法性 只有聖人的心是無所住的 我們凡夫的心一定有所住 所以我們要放棄三界的果報 然後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趕快上路 你必須在佛法當中得到你一個安樂的處所 你才可以把五一的東西慢慢放下 否則你放不下來 因為我們是有所住嘛 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喜歡追求快樂 這個方向沒有錯 但是應該追求一個沒有過世的快樂 所謂的聖道樂 比方說三美樂 比方說聖道樂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開始要改變我們的 過去的一個 希望 把追求五一的快樂 改成追求聖道的快樂 那麼這個是講到出離心的修學方法 第二個我們看正修菩提心 這個菩提心當然就是把前面的出離心 再加上一個大悲心 這就是出離心 這個地方有兩個 一個是總向的修學 一個是別向的修學 總向的修學 這個菩提心就是四弘四焰 那麼第一個是眾生無邊試驗度 第二個煩惱無盡試驗段 第三個法門無量試驗學 第四佛道無上試驗程 那麼這四個呢 偶一大師把它分成兩類 一個是依苦及惡地而發心 第二個依滅到惡地而發心 這個苦及惡地是佛陀詮釋的是一個生死的因果 雜染的因果 這個滅到惡地呢 是一個涅槃的親近的因果 那麼這個地方呢 就牽涉到一個總性的問題了 我們每一個人在受菩薩戒的時候 諸位今天受了菩薩戒 你都畫了上求佛道 畫了下化眾生 但事實上上求佛道跟下化眾生 在剛開始是互相衝突的 初心菩薩你不可能同時上求佛道 而同時下化眾生 你做不到 所以就分成了每一個人的 他的一個先後次第 就造成的不同的種性 所以有所謂的卑真上菩薩 有所謂自真上菩薩 在龍蘇菩薩的制度论 講出一個判斷的方式 說在這個饑荒的時代 你有一碗飯 你只有一碗飯 你同時遇到的佛陀 你也同時遇到的乞丐 那麼你在直結的情況 你不要太多思索 你在直結的情況之下 用你的內心直結的表現出來 你會把這碗飯給佛陀 還是給乞丐 如果你選擇給佛陀 那你這個人是屬於理智型的 你在未來的生命當中 你會先完成上求佛道 再完成下化眾生 你是屬於智政上菩薩 你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佛堂用功跟三寶結眼 然後剩下的時間 再去度化眾生 如果你覺得 你這碗飯會選擇給乞丐 你說佛陀 你會給眾生 總而言之你會給眾生 不管什麼理由 那麼你會給眾生 表示你這個人是被佔上菩薩 你的未來生命當中 你可能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度化眾生 剩下的時間 再去佛堂拜佛 這個沒有對錯了 但是這個會影響到你整個生命的 成佛之道的過程 至真上菩薩會先成就聖道 再成就福報 再成就人眼 你看有些人 他修得很好 他不一定有人眼 他講經的時候才三四十個 你看有些人他沒什麼修行 他福報很大 人眼很多 聽經的人幾千個 但是講出來沒什麼道理 但是他就是有人眼 重點不是他講什麼 他就是有人眼 好 那麼 這個地方就說明了 這個菩薩道當中有悲真上 有自真上 那麼如果你在陰地的時候 你所言的盡是一個眾生的法界 言眾生的苦而花心的 都不難說你是悲真上 那麼你是言佛道的殊聖而花心的 那麼你都不難說是屬於自真上 這兩個差別 那麼這個地方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總而言之 我們生命當中是要有一個願望 要有一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願望 前面是一個消極的處理 我們應該放棄三界的果報 這個地方是一個積極的追求 所以我們大聖佛法是有所放下 有所追求的了 小聖佛法放下以後就沒有了 那麼 菩薩呢是放下了三界的 有過失的快樂 而追求這種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理想 那麼為什麼要花怨呢 我們花的菩提心 為什麼要有一個試驗力 要把這變成一種願望呢 這個古人說 菩薩的願力有三種功德 第一個 隱身修學的動力 我們一個人有了願望 我們才有修學的動力 你看有些人進步很慢 你看他 人家打板的去做功課做早課 他也去做 下電他也跟人家下電 但是十年下來沒什麼進步 因為他沒有試驗力 一個人沒有願望 他做功課叫做應付嘛 我想各位要知道 佛法你應付的去做 跟你主動的去追求 效果是完全不一樣 你看打佛七就很清楚 你看七天之前來打佛七 七天以後 同樣一句佛號 你練佛我也練佛 我一句佛號都沒有比你少 但是練完七天以後效果完全不同 有些人是有備而來 真的是為了要消業障 要追求臨終的真念而練佛 所以他那個佛號的背後 阿彌陀佛練那個佛號的背後 有一種動力 有一種願望來推動這句佛號 有些人他無所謂的 反正你打板我就進來 練完了就休息下去休息 七天以後完全沒改變 這個佛號 暫時進入阿勒也是裡面睡眠 叫成就善根 就是你沒有動力 一個人沒有願望你就很難進步了 這是第一個隱身修學的動力 第二個確認我們修學的方向 我們的精神體力是有限的 你必須集中你的心力 你才能夠有所成就 所以你越找定力方向 你越容易成功 否則你的這個資料都分散掉了 第三個是最重要的 突破自我設限 我們從為師的角度我們是活在過去 我們這個阿勒也是叫做 横轉如暴流 這是水流的思想 上游的水流會影響到下游 你看我們昨天影響到今天 今天呢你是從什麼地方來 你從昨天來嘛很簡單 那麼昨天的你是從什麼地方 從前天而來 假設我們不設定目標 我們永遠活在過去 我們很難突破過去 一個習慣性的自我意識 所以你設定目標以後 才能夠突破過去 開創一個新的未來 我講一個實際的真實的故事 發生在美國的一個故事 在一個聖誕節的晚上 有一個小男孩 他是一個很貧窮的人家出身的小男孩 打著赤腳啊 他到一個櫥窗去啊 一個賣鞋的櫥窗啊 在那個櫥窗站了很久 看上一雙很漂亮的鞋子 那麼一段時間以後 外面下的大學啊 這個老闆就看這個 這個小孩子站這麼久啊 就去關心了 小男孩你想幹什麼 這小男孩說今天是聖誕節 說老先生啊 你可不可以幫我向上帝祷告 說看看他能不能把這個鞋 送給我當我的聖誕節的禮物 這老闆說好 那你進來坐吧 那請他坐下 他說你在客廳坐一下 我幫你去問問上帝 看他意思怎麼樣 這個老闆就進去了 過了一回以後 這個老闆就出來 他說你的聖誕 我跟上帝報告了 上帝的回答說 說他沒幫我給你一雙鞋子 他只能夠給你一雙襪子 那麼你穿這個襪子呢 去找你自己的鞋子 這個鞋子你要自己去找 他不能送給你 他只能夠給你一雙襪子 那麼這個收完以後 這個老闆就幫他穿上這雙襪子 就把這個小男孩送走了 經過幾十年以後 這個老先生 就收到一封信 那裏面信說 他說我真誠地感謝你對我的忠告 在我小時候 你就給我一個非常美好的宴景 給我一個希望的目標 我現在已經找到我的鞋子 我寫這封信 來表達你對我的敬意兩眼 然後署名美國總統林肯 那麼林肯先生他說 他小時候的時候 這份遭遇呢 對他人生產生很大的突破 因為上帝給他一個願望 要去找他自己的鞋子 讓他發自內心的去追求 而不是上帝送給他 我想我們受菩薩界也是這個道理 我講實在話 佛陀是不能幫你追求任何東西 佛陀是創造一個美好的因緣 讓你自己發自內心的試驗 由你自己來度託你自己 所以當你在對三寶的所言禁 許下的四段一切惡 四修一切善 四度一切眾生的時候 你的生命產生 巨大的變化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你的過去已經不等於未來 我們一般沒有受菩沒有化怨的人 你大概過去是怎麼回事 大概你死的時候就是怎麼回事 你不會改變的 過去就等於未來 所以你一算命就把你算得很清楚 但是你化的怨的人 你過去已經不等於未來 你生命有無量的可能性 所以 當我們發了出力心理以後 還要立定一個試驗 是上求佛道的試驗 我一定要讓我的生命當中 不斷的往佛道的方向走 一個人要永遠保持進步 這點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動態的 是變化的 你說我保持嚴峰不動 不可能 生命沒有不動的 你講不動那你是外行人講外行話 生命是一個 牽流的我們是活在一個動態的生命 你只有兩個選擇 你要嘛進步要嘛退步 所以我們要讓自己不退步 唯一的方法就是每天保持進步 這是第一個 上求佛道第二個 這個在你的生命當中 儘可能的去幫助 苦惱的眾生 來積極廣大的福德資料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受的菩薩界以後的 第一個 嚴重生的苦而發佈 大悲心 第二個嚴盛道的功德 而發起這個 這個 這個上求佛道的心 這是兩大願望 好我們看 丁二的自他交換 那麼我們怎麼去 對眾生產生大悲心呢 我們以下根據吉天菩薩的教授 這個吉天菩薩的思考方式是這樣 叫做自他的交換 這個自呢 就是我們愛護自己的心 這是我們以身俱來的 但這種心態不好 對我們非常不利的 後面會說明 那麼他呢是愛護他人的心 關懷他人的心 這種心態對我們是非常重要 而且對我們幫助非常大 那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應該把這個愛護自己的心 把他調整為愛護他人的心 這個就是心態上的一種轉變 那麼這個轉變有三個過程 第一個呢 你要思維自他平等 自他平等 我們看這個據說 自他疑苦皆不易 厭得安樂此心同 他自求樂易如我 自他等四九家子 那麼 我們應該要去思維一件事情說 我們內心的心情啊 想要離苦得了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一件事情 其實無量無邊的眾生 也想要離苦得了 這一點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我們的心跟無量無邊的眾生的心 都喜歡遠離痛苦 都喜歡追求安樂 這一點心情是完全相同的 換句話說呢 他之求樂易如我 那麼無量無邊的眾生 希望離苦得了 跟我的心情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應該把自己 跟他人啊 要平等的看待 來求喪失的價值 我們一般人啊 總是覺得自己很重要 這很正常 你看你看相片的時候 你第一個又會看誰 你一定看你自己 這是人性啊 所以人性是自然的 美好的得恨要栽培的 好 那麼我們一般人 只是到自己要離苦得了 而忽略了其實 無量無邊的友情 他們的心中也有這種希望 所以我們自己跟眾生 沒有什麼特別 不要老是覺得你很特別 其實我們跟眾生完全一樣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把自己跟他人的界限 把它打破 不要老是只注意你自己 這個觀點對我們不好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 你自己很特別 你注意你自己是可以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 第二個 在平等當中呢 其實我們自己啊 是比較親 愛護自己啊 是有過失的 愛護他人是成就功德的 所以我們心態的轉變 也意味我們內心當中呢 功德的出現 看這個寄送就清楚了 愛自己成縱苦因 愛他則是萬善根 身佛差別從此出啊 是他交換求加持 那麼既然我跟眾生是一樣 都想你古德的 那到底誰比較重要呢 這個點我們應該思維 我們愛護自己 我們今生的體力 所有的修學 都來追求自己的快樂 這樣子只有一個結果 造成自己的痛苦 這一點跟我們的思考有點不同 我們好像覺得說 我為了自己的快樂 我會更快樂 其實這個錯誤 各位可以想想一看 我們為什麼會痛苦 因為有罪業 那為什麼有罪業呢 因為有無名 為什麼有無名呢 因為我們有私心 有自我意識 我們總是內在認為 在身心世界當中 在插樓插樓變化當中 有一個橫長柱不便宜的我 然後對這個自我產生愛著 有這個愛著的結果 產生對立 然後就起翻了 就造業 就召喚痛苦的果報 所以 自私自利的心 是痛苦的根源 這個諸位你要永遠記住 為什麼有痛苦 是我們自己讓自己痛苦的 世界上我講實在話 沒有一個人會讓你痛苦 是我們自己 一種疑痴的心 給自己痛苦 所以愛護自己的自私心 是所有罪業 所有痛苦的根源 反過來我們把這個心態 轉成愛他呢 是一切功德的根本 如果我們今天把生命當中 把愛自己的心 轉成愛護他人的心 把它當作你生命的理想來實踐 那麼你以後會創造更大的功德 所以 身佛差別從此出啊 為什麼 佛陀在因地的時候也不失也慈戒 而這個善業 在他的心中出現了萬德莊嚴 我們過去也曾經不失慈戒 但是這個慈戒的心 在我們狹隘的自私心上 只是變成一個微小的人天福報 同樣的善業 在佛陀的心態當中 產生廣大的功德 同樣的善業在我們的心中 產生這麼狹隘的果報呢 因為我們的心態不夠美好 所以 眾生之所以變為眾生 佛陀之所以變成佛陀 是因為他們的想法有所不同 所以自他交換求家事 我們應該把凡夫的心 轉成佛陀 愛他的心 我們的心態會決定我們的狀態 都要知道 正如英光大師說的 你看 同樣是水 牛 他有比較 利益眾生的持配性 他喝了水以後 轉成了牛奶 毒蛇因為撐心中 他也去喝這一口水 轉成了毒液 同樣是一池水 牛奶 牛變成了牛奶 毒蛇喝了以後變成毒液 因為他們兩個有不同的心態 就造成了不同的狀態 所以西藏的法王 他曾經要我們思考說 生命就是一個抉擇 你要想想看 當我們今天出現一個天平的時候 左邊是我們自己的安樂 右邊是無量無邊友情的安樂 你會選擇什麼 當然是無量無邊的友情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應該要為理想而活 我們應該要為了自己 實踐菩薩道 為了這個理想 以這樣的一個義樂 來推動我們的善業 不要老是為了自己 那麼這樣子的心態呢 才是成就諸佛功的一個正確的心態 如果我們老是自私之利 第一輩子沒有什麼出息了 這個心態的轉變是很重要 好有了降陣事以後 我們看第三段 至他交換 開始交換我們的心態了 以我善樂諸因果 他苦因果盡無疑 如風氣來行其蛇 由其花心求家時 那麼我們開始知道 其實我們愛護他人的心 對我們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們開始 以我們在因地當中的善因 跟我們今生所受用的樂果 這種殊聖的因殊聖的果 開始回向 把我們所有今生不失 持戒忍入禁禁禁禁的 這種廣大的福德之良 回向給法界眾生 希望他們的苦因跟苦果 都能夠消滅無疑 我們的心態開始不再注意自己 開始去注意眾生 就好像是虛空的風 一來一去產生取捨 我們責取眾生的苦 而我們施捨我們自身的快樂 開始發自我們一種犧牲奉獻的精神 由此發起大背心來祈求 這個喪失的價值 那麼這個地方也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在修學佛法當中 除了你修學的法門以外 你的心態 是很重要 你到底是 愛護自己 比較重 還是愛護眾生比較多 那麼這個地方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 果報的差別 這個地方啊 我想我們要知道一個觀念 唱功師傅常常講一個觀念 他說 我們修行人有三個重點 解門 行門 性格 這當中他認為性格是最重要 他說一個人有天大的解門 天大的行門 性格不好都不行 這所謂的性格是什麼呢 老人家說 什麼是一個美好的性格呢 只有三個字 就是邪吃虧 這個邪吃虧三個字 我體驗的很久很久很久 現在有一點心得 我覺得吃虧這個道理非常好 我現在很喜歡吃虧 我很希望我付諸很多 但是我得到很少 我覺得這個對我非常好 我剛開始對於這樣的造語 不是很滿意 但是我覺得 在我生命當中 我希望我的吃虧的陰影 要越多越好 因為斜吃虧的好處實在太多了 太多太多 簡單講出兩個 諸位 諸位 如果你在一個長住住啊 你付出的很少 結果你得到的很多 你覺得這種陰影好不好 對啊 你在耗損能量嘛 你付出的很少 你得到很多 那你在耗損你全身的福報 那你今生是福報越來越少嘛 那那多餘的 那叉耳是從哪裡來的 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那表示你的生命在退步當中嘛 那反過來 你對長住付出很多 但是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把你當一回事 非常好 你的生命在進步當中啊 你這個人前途不可限量 不可限量 這第一個 你一定有 你不一定有美好的過去 你可能也沒有 一個暫時的現在 但是你肯定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如果你昨天有未來的話 你應該斜持虧 這第一點 第二個 從斜持虧當中呢 增加我們的菩提心 培養一個內在的得恨 一個菩薩 什麼事都斤斤計較 你很難把菩薩道做好 某種程度來說 心菩薩道是很多障礙的 要靠一點驗力來支持 而這種驗力就是說 你願意帶眾生受苦的那種斜持虧的心情 而往往是這種心情 你產生的突破 我們 我們 剛開始啊 是花斜持虧的心 來幫助眾生 結果這種心態 幫助了我們自己 是這樣子 各位懂這意思嗎 你斜持虧 你不一定幫助別人 因為幫助別人 對方得不得度 那也看很多複雜的因言 但是肯定是幫助了你 對你肯定有好處的 你們以後去學菩薩界 菩薩界有色力儀界 色善法界 色眾生界 三大部分 色力儀色善法 這個斷惡這部分 當然菩薩對峙的是稱 這個稱部分 貪稱都有了 稱比較重 色善法界 菩薩是很重視這個 六波羅蜜 特別是智慧的學習 在色眾生界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的界 你把它讀完以後 只有三個字 就是血吃虧 你度過眾生就是血吃虧 願待眾生受無量苦 令諸眾生必盡大樂 那麼你就是從這樣的心態當中 你慢慢慢慢成就廣大的功德狀言 我講實在話 你心態不改變 你不可能進步 因為它是根本 所有的善業跑哪裡去的 諸位想想看 你所做的善業 還是安住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印量 如果你的心用狹小 你怎麼培養廣大的功德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一切唯心照 所以我希望我們先 調整自己的心態 比你去做廣大的善業 這件事更重要 你有美好的心態 你才有美好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地方 自他交換就是說 你要相信 我們對眾生的利益 我們去幫助眾生 比幫助自己更重要 心態的改變 你的生命就完全不同 我最後講一個小故事 各位體會一下 這個故事不一定是真的 但重點不再真假 重點是你是不是得到啟示 他這個公案是說 佛陀有一天派一個死者 要這個死者 到天堂 跟這個地域去考察 這個死者 首先到地域去了 誒 剛好看到地域眾生在吃飯 但是每一個人 地域的眾生都是面黃棘手 然後呢 他看到一個現象 這個地域的眾生拿到筷子 一公尺長 非常長 但是每一個人都拿筷子 要往嘴巴夾 結果沒有一個人吃得到 所以弄得很苦惱 這個死者看了以後 非常感叹 搖搖頭走了 他又到地域去了 到天堂去了 看到天堂人 每一個人氣色非常好 容光幻化 那麼剛好也在吃飯 筷子也是一公尺長 但是大家拿那個筷子 是夾給別人吃 夾給別人吃 你夾給我吃 我夾給你吃 大家吃得很高興 這個筷子呢 就是我們的心態 你有兩個選擇 你這個筷子是往內 那你就完了 你身邊就完了 你不要告訴我說 你一天拜祭百拜都沒有用 因為你根本上的方向是錯誤的 因為自私的心態 你的筷子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往內第二個往外 但是產生的結果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們身邊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你為你自己而活 第二個你為別人而活 慈悲心跟自私的心 但是你選擇了以後 你要為你自己選擇的付出 得到一個結果 所以諸法因言神 這個因言我前面講過 就是你的心態 所以我們講如是因言我報 你的心態 大概就決定你的總性 也就決定你未來生命的一個結果 你的精進只是讓那個結果 出現快跟慢而已 所以你的心態已經決定了方向 而你的資良力 你的精進以佛 只是說這個結果出現得快 出現得慢如此而已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大聖的第一個 根本確認我們一種利他的菩提心 我們不是說要你做很多事情 其實菩薩道做很多事情 以佛那時看陰眼 利他不是說我從今開始 你什麼功課都不做了 不是這個意思 你該做什麼功課 你還做什麼功課 但是心態轉變一下 自他的心態轉變一下 你會發覺啊 你不再注意你的身心世界的時候 至少你的痛苦降低很多 很多痛苦都是你自己攀岩而來的 有一半是依他己性 一半是我們自己的騙擊子 你的想像力把它擴大 所以這個利他的心好處很多了 包括你今生會減少很多的過愛痛苦 包括你來一生啊 你會往無上仆地的陰眼走 好處很多 所以我希望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第一步就踏對 學佛啊 你看花花精啊 最不好就是 到後面再來回小向大 再來調整 那是很多的悲哀 一開始就把它走對 你可以走得慢 但是就把它走對 好我們今天呢 這個主題啊 這個菩提心呢 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至於空證件呢 明天再來說明 好向下文嘗 或再來日回向 或再來日回向 好向下文嘗 或再來日回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